Hello 大家好 又见面了 你敢相信吗 现在看到的视频画面 是在一台15年前的笔记本电脑上 正在运行的ChromeOS 而且是中文版 大多数人可能都听说过Chromebooks 这些设备运行的是Google的ChromeOS 主要用于轻量级的任务 Google推出了一个名为ChromeOS Flex的版本 它可以安装在任何传统计算机上 ChromeOS Flex主要针对那些很旧的上网本 低功耗笔记本电脑等不再使用的设备 给它们注入新的生命 小妹有一台闲置的旧笔记本电脑 可以用它来安装ChromeOS Flex 看看安装过程如何 并在ChromeOS中探索一下 安装ChromeOS Flex的方法 需要一个8G或更大的U盘 然后将安装戒指写入其中 之后可以用这个U盘来安装ChromeOS Flex 安装过程有点波折 在观看视频后 可以避免在安装过程中踩坑 进入ChromeOS Flex官网的帮助页面 该页面采用英文语言 可以使用翻译功能转换为中文 第一步首先创建USB安装盘 点击这个链接 点击获取安装扩展插件 谢谢 点击右上角的菜单 选择扩展 确保此处处于打开状态 打开Chromebook修复工具扩展 点击开始使用按钮 选择你的笔记本型号 如果找不到型号 可以选择谷歌的任意型号 点击继续按钮 此时插入USB 选择USB并点击继续按钮 在创建恢复映像界面 点击立即创建按钮 第一步就预见报错 无法向所选的USB闪存盘 或SD卡写入数据 点击显示高级设置 选择稳定版 点击立即创建按钮 依然是同样的错误 检查一下USB是否有写入权限 在桌面上 在桌面上新建一个记事本文件 剪接记事本文件 在文件资源管理器中打开USB 将记事本文件粘贴到USB 可以正常粘贴 说明USB权限没有问题 将USB进行格式化 再一次尝试创建USB安装盘 依然是同样的错误 点击上方的齿轮图标 点击清空恢复媒体 点击继续按钮 点击立即清空 选择再创建一个 点击开始使用 选择电脑型号 选择USB 点击继续按钮 选择稳定版 点击立即创建 还是显示同样的错误 更换一个版本试试 依然显示同样的错误 查看USB属性 已用空间和可用空间 全部显示零字节 检查USB是否有错误 再次格式化USB 查看USB属性 现在USB容量已经显示正常 再次创建USB启动盘 重新启动Chromebook恢复工具 创建依然失败 现在更换一个U盘进行尝试 首先移除当前的U盘 插入新的U盘 确认新的U盘 是否有文件需要备份 一定要养成这样的一种习惯 避免误删文件造成损失 格式化新的U盘 选择新的U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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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Chromebook恢复工具是Google的产品 使用Google Chrome浏览器进行尝试 下载并安装Google浏览器 访问Chromebook恢复工具 扩展安装页面 点击添加至Chrome 点击添加扩展程序 打开Chromebook恢复工具 点击开始使用 选择电脑型号 点击继继续按钮 选择USB 点击继续按钮 选择稳定板 点击立即创建 问题终于解决 等待USB安装盘创建完成 现在USB安装盘已经创建完成 只需要将USB插入到你的老电脑 并从USB引导 就可以正常开始安装Chrome OS Flex 系统安装完成之后 点击Let's Go 点击Next 点击Continue 输入自己Google账号 输入自己Google账号 输入密码 点击Next 点击Get Started 点击左下角的齿轮图标 点击Settings 左侧点击Advanced 点击Languages and Input 右侧向下滑动鼠标滚轮 并找到Languages 点击Add Languages 选择简体中文 点击Add 点击刚刚添加的语言 右边的菜单 点击Show System Text in This Language 点击Restart按钮 重新启动计算机 输入自己的Google账号密码 并点击登录按钮 现在已经更改为简体中文 点击左下角的齿轮图标 点击文件 可以打开文件管理器 配合微软的Microsoft Office 365 既可让老旧电脑枯木又逢春 又可以让自己添加一种新的体验 看了今天的视频 如果对您有帮助 请一键三连 谢谢您的观看